大家好,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计算机的供电系统 电源,它是将普通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再通过展播控制电压 将不同的电压分别输出给主板、硬盘、光驱等计算机其他部件 我们来看看电源的分类 一、AT电源 功率一般为150瓦至220瓦 共有四路输出,正负5V、正负12V 另向主板提供一个PG信号 输出线为两个六星插座和几个四星插头 两个六星插座给主板供电 AT电源采用切断交流电网的方式关机 不能实现软件开关机 二、ATX电源 ATX电源和AT电源相比 主要增加了正3.3V和正5V Standby两路输出和一个PS-ON信号 输出线改用一个20星线或24星线给主板供电 正5V Standby也叫辅助正5V PS-ON信号是主板向电源提供的电瓶信号 低电瓶时电源启动 高电瓶时电源关闭 利用正5V USB和PS-ON信号 就可以实现软件开关机、键盘开机、网络唤醒等功能 辅助5V始终是工作的 有些ATX电源在输出插座的下面增加了一个开关 可切断交流电源输入彻底关机 随着ATX电源的普及 AT电源如今渐渐淡出市场 三、Micro-ATX电源 Micro-ATX是Intel在ATX电源之后推出的标准 功率是90W至145W 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Micro-ATX电源通常在一些品牌机和OEM产品中使用 电源我们主要关注两个参数 一、额定功率 电源的功率有峰值功率和额定功率之分 额定功率是电源在额定电压电流下的输出功率 最大功率是电源能承受的最大输出功率 也叫峰值功率 用户应当关注的是额定功率 ATX电源的额定功率一般标注在名牌上 电源的额定功率并不是越大越好 对于普通用户应当中的额定功率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300W的电源已经足够了 二、输入技术指标 输入技术指标包括输入电源项数 额定输入电压 电压的变化范围、频率、输入电流等 这些在电源的名牌上一般都有标注 电源要进行安全认证 电源是计算机的心脏 品质不好的电源 不但会损坏主板、硬盘等部件 还会缩短电脑的正常使用寿命 安全标准在原材料的绝缘、阻燃等方面 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在众多的标准中 以德国基于EEC-380标准 制定的VDE-0806标准最为严格 我国的国家标准是 GB-4943-1995 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器设备的安全 电源符合以上标准 其安全性就有了保障 电源符合某个国家的安全标准 并得到其法定部门颁发的证书 比如获得美国UL机构颁发的证书 就称为取得了UL认证 中国的安全认证机构是CCC 中国强制认证 China Composary Certification Qasa dot com 你知道吗 语